吃包子灌醋的肯定不止我一个 还这么长时间不多买点真不知道 我们要去吃一个只有周三卖的包子 老四季清真 它是一个半地下的 一锅出这么多呢 就是发面的巨大顿 刚出锅的 烫手的 饺子形状的是真头八脑的 带芝麻是酱牛肉的 所以发面的这个是牛肉萝卜 跟着吃包子 房子里面之后随便喝 一块钱一个的肉花子 这是一个可以拿快的夹着馅吃的包子 真的饭得好吃 它有点滑糯的那种馅 真香 这种汁也好吃 我配的是大葱 牛肋条这个肉就比较硅整 鞭瘦一点点 配的洋葱 还有点甜口 牛耳萝卜它虽然是一种肉馅的 外面 特别的鲜艳 就给牛耳下 然后加了点 白萝卜 带一点白胡椒粉 还是非胡椒粉 胡椒粉味 上家的棒子料中真的最好喝 一亮一会儿它还能起那个中皮呢 吃包子饭做的肯定不止我一个 大面的还真奇数 我们还有第二家 最大的就浅尝一下 白萨包子吃个比门羹 吃满豆腐脑的顺身 小菜各种烧鲜鲜鲜鲜鲜的酱牛肉 火上是这种肉片的 这个圆圆的肉馅的就是火勺 这是啥呀 鲜鲜鲜拌的酱牛肉 这辣椒挺香啊 我这碗是没有加辣椒的 还挺长型的嘞 酸菜的烤包子 什么那种烤土豆似的 豆腐的还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们能够来到这 饭来的就是好吃 吃完饭 酸酒食 买两块点心 溜溜饭 多长时间没见过 四块五一斤的点心了 真的是要静待了 我的妈呀 从这转圈开始是拍光头饼的 拍这么长时间不多买点 真不知道 无闻的光头饼 当然拍半天就买了五块钱 热的 出了门就解决掉 很软和耶 可能应该是热的 然后表面 见到舌头他就能尝到咸味 它有点像我们的中式贝果 吃不出了的那种味道 特别的薄薄 面味 嚼着就有点香 但是你说说话你能感觉 好像你好像离开他们排队 其实是有道理 其实味道还行 而且还真的很便宜 大样 好 好